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这种罪业的往往也是因为累积的不稀奇 不知不觉 有时候虽然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 可是实际上它还是在造作 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观察到 卧习气的严重 世间人 在喜庆的时候 一般作寿的时候 许多值得庆幸的这个节日 许多人煞身 计神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把自己不能够觉知 这些事情我们见得太多了 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 自己喜庆之日 应当答谢鬼神 答谢鬼神 绝不能够杀生即死 杀生即死 说老实话 善神 善鬼 都远离了 不愿意 不愿意 承担这个罪过 你是为他而杀的吗 这个罪过他要承担 唯一有一些 卧身凶差 他才毫无忌惮 接受血实的供养 人与鬼神 都因此而堕落 人道造作无业 来生堕地狱 鬼神造作罪业 来生也堕地狱 得六道轮转 所以一切习庆之日 决定不愧杀生 这个会编里面都讲到 他这个里头有一段讲得很好 文不长 他说平等为福 正知为神 这两句话说得好 佛在经典常讲 佛是平等心 菩萨是六度心 原觉是因缘心 原觉是因缘心 生文是四地心 心里面长存如是法 才能够超越 才能够超越六大轮回 他说断无音 神会将福治理 我们沙僧 祭拜 神明 如果这是沙僧 祭拜佛菩萨 他确实有这个事情 我早年在台湾 那个时候已经出家了 住在大西 住在大西 大西有个乡林寺 那时候我们住在这个寺庙里头 附近的居民 粗衣兽 都是拿着猪头 这个鸡鸭鱼肉 来拜佛 来供养佛 你说这成什么话 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 以这些来祭拜鬼神 祭拜佛菩萨 这是贿赂啊 对佛菩萨 对鬼神行贿赂 而希望佛菩萨 鬼神会降福给他 那有这种道理 那么由此可知 这些人 对佛法是一无所知 完全是迷信的 台湾有这种迷信存在 我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类似这一类的迷信 一定不少啊 追究这些因素 我们修佛的弟子 特别是出家弟子 有责任 有责任 决定不能够推卸 我们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 教化众生的责任 没有能够对社会大众 把佛法讲清楚 讲明白 还有这些人迷信 甚至于我们再要造作一些误导大众 迷信的 那最过就无量无边了 这些人迷信 这个可能就是古人所说的 地狱门前生道多 我们误导一切众生 搞迷信的 这是大错特错 甚至于我们今天说佛教是宗教 已经误导众生迷信了 我们今天很清楚很明了 佛教不是宗教 佛教是佛陀智慧的教会 与宗教扯不上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把佛教当作宗教看待 就是误导大众于心 罪过已经就无量无边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写的这一段写得好啊 社会有许多人呢 在佛菩萨 在鬼神那个地方去许悦 自己有所需求啊 去许悦 到还愿的时候 就杀身几死 那么这个是这种愿 念着 无我愿 他真理好 说 众得随心 你所求的那个愿 果然你得到了 你想升官 果然升官了 你想发财 果然发财了 实际上 这不是你使的愿 佛菩萨满你的愿 鬼神满你的愿 不是的 是你命里头注定的 佛菩萨与鬼神根本就没有关系 但是 你取的卧菩萨 你造的卧菩萨 你造的卧菩萨 果报一定在后面 不在后生 就在来生 后生是讲我们这一生的晚年 你要造这个果报 英年 英年果报 丝毫不爽 感应篇里面 说的太清楚了 离虽然说的不多 会边的注解补充进去了 所以说是有圆满的理问 而四 说的太多了 这个四就是真实的证据 众善因得善果的证据 造卧因得卧报的证据 太多太多了 我们得读这部书 看看过去 这个叶因果报 然后回过头来 仔细地观察我们现前社会 现代人的造作 看看现代人的果报 比书本里头记载的更明显了 我们怎么能不信 怎么能不认真地去学习 我们同学提了两个问题 跟我们现在所讲的 是一桩事情 现在的社会 因为人口增加 所以许多国家地区 都在那里讲求计划生日 戒指生日 戒指生日 在美国也是如此 所以美国现在的现象 别人的人口 几乎停止了 没有什么增长 黑人的人口大量增加 黑人不接养 每个家庭 四五个小孩 五六个小孩 很正常的 所以将来的美国是黑人的天下 他们是民主制度选举 黑人多了 当然会选黑人做总统 英国报应 黑人 黑人以前是非洲那些奴隶 将来奴隶做主人 为人的主人要沦为奴隶 英英国报 中国人口多 所以戒日 只准生一个 印度人不讲究戒日 可能不久之后 印度的人口会超过中国 那么中国这个民族 自古以来 重男轻女 即使家里有个男孩 娇生惯养 你晓得他是来报恩还是来报怨的 他是来讨债还是来还债的 所以今天社会问题 如果不生命佛法 不能解决 凭我们自己这种观念 想法看法 我们只看到眼前 没有看到后果 好 现前觉得这个做法不错 不错 后来是什么结果呢 不知道了 可能引起后患无求 一般人的思考 往往只考虑到眼前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远远不及古时候 中国古时候 特别是 特别是 管理国家 管理政府的 这些人数 他们 所想的 所考虑到的 都很长远 古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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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帝王 他所思考的 千年万事 希望他的这个政权 能永远巩固 子子子生生 迷远不绝 做个宰相 至少要想到 五十年之后 一百年之后的影响 读书 明里的人 即使没有做官 做一个平民 他也会为他的后代子孙着想 也会为历史的 使命来着想 所以想得很远 佛家 讲善我 讲得圆满 现前是善 后世不善 这个不是真善 现前虽然不善 后世很善 这个四 值得做 现在人很少有这种智慧了 所以善我没有能力辨别 许许多多在眼前 似是而非的事情 往往自己做错了 没有智慧 没有眼光 原因在哪里 不读圣贤书之故 圣贤书是帮助我们长智慧 不读史书 特别是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史书记载的是什么 就是记载善我报应 一部二十五史 就是讲的一英国报 增长我们的见识 使我们有能力辨别是非 辨别善悟 所以古人都说 这个是重点的教学 经学世学 一个是智慧学问 一个是见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 对人对四对我 常读圣贤书 自然就可以避免 许许多多的故事 每一桩故事 要从佛的眼光上来看 后患无穷啊 这个是世间人 不能够理解的 那么有同学们告诉我 在中国大陆 寺院安堂 这是佛教道场地方 常常常有人 把这个小孩 女孩 丢弃掉了 寺庙里头人 寺庙里头人 就是佛家是慈悲为本的 捡到这个小孩 怎么办 这些小孩 听说有的寺庙一年 可以捡十几二十个 诸位要晓得 现在有 从前也有 半个世纪之前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 常常看到 城市里头 有玉音堂 婴儿 玉音堂 什么叫玉音堂呢 都是人家养的这个小孩 弃掉的 一弃掉的 不要的丢掉的 他们捡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养育他们 所以在中国佛教道场 应当要办玉音堂 我说的是真话 好事情 好好的 养育这些婴儿 把他们养大成人 好好的教导他们 从小 用圣贤的教育教导他们 这些人我们好教啊 为什么呢 没有人干事 一般小孩 他有父母做主 这些小孩 我们可以做得了主啊 不必让他上这个一般的学校 我们预音堂里头 有自己的课程 有自己的老师 叫他 隆藏 道德 英国报应 圣贤人 所讲的 新鲜的大道理 那么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把他培养出来 将来长大了 两条路 一个他结婚 都是女孩嘛 结婚之后 他是贤妻良母啊 会为国家了 培养 底下一代的好人才啊 要是出家 他是社会的好老师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 因事倒立 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 这一桩事情是无量功德 佛家常讲 救人一命 甚造契机复途 活宽你不但救他 你还要教他养他 我们做这一桩工作 就是说 为国家 为社会 为佛法 为众生 培养人才 这就是行菩萨道 所以整个社会问题 总归结就是教育问题 佛教是教育 佛教是社会教育 而且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我们明白了 现在我们也选择这个行业了 就得认真努力 把它学好 把它做好 我们才对得起佛菩萨 我们才对得起佛菩萨 才对得起社会 我们接受 我们接受四众同学的供养 才真正能上报思恩 我们下级三苦 继续佛菩萨的事业 完成佛菩萨遗留给我们的使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